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六祖谈经里面呢 谈到的就是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 那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 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六祖大师他在五祖的座下修行 那怎么出 怎么展露头角 就是主要就是由神秀跟六祖他各写的一个记子 一个是身是菩提树 那六祖写菩提本无树 那神秀讲心是明镜台 那六祖讲明镜亦非台 所以神秀讲时时勤服事 为什么 因为如果身就像一棵树 你要让这棵树长得好 长得长久 长得比其他人茂盛 其他的树还要茂盛 那就必须要勤 要浇水 要让它晒太阳 要帮它除虫害 乃至于要修整 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去栽培这个幼苗一样 所以他说我们的身要健康 也像就是照顾这棵树一样 要日有所争 每天都要不断的去修改他 不断的去为他来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改善工作 所以这是身 那心就像一面镜子 那我们这个镜子如果蒙尘 我们的心像一面镜子 如果已经被蒙蔽了 被烦恼染污 被灰尘盖住 那这个尘有包括剑尸祸 有包括尘杀祸 有包括无名祸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疑惑 看不清楚 有很多的烦恼 那么这个镜子呢 被灰尘蒙蔽之后 就没有办法照得很清楚 所以他说我们的心就像这面镜子 你要让它能够朗照 能够照得清清楚楚 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你必须要勤 勤做什么 服饰 就是要勤把这个灰尘擦掉 让它保持它的光亮 所以我们一般听到神秀的剂子 就觉得这至少是一个非常精进的典范 修行也是我们如果修一天 然后就休息四天 五天 或者是一段时间 这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再复习 很快就会忘记 但是如果呢 我们这个同一个法门 每天做 每天思维 每天听法 每天打坐 或者是每天拜佛 每天诵经 持之以恒 久了它就会有进步 所以其实这个学习呢 如果从神秀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直不断的累加 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完成学习的 达到学习的效果 完成我们学习的历程 但是六祖呢 他说 其实啊 因为修行这件事情 他跟学习又不太一样 这学习 学习知识 学习技能 他就是累积 所以有些人呢 这一生就几十张证照 因为他有很多专长 他都可以认证 累积了很多的他的资历 好 所以呢 当他要去做一份事业 或者是要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他就比别人还要有机会得到这一份工作 那为什么 因为学习是一个累积 他是可以看得到成果的 那我们学什么都能够有成果发表会 但是修行很麻烦 就是他没有办法成果发表 所以大家怎么成果发表 所以我们说 那就是大家就一起坐在那边好了 那这样子也看不出来 说 哦 这个人是已经修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 因为修行是一个简 好 那修行要修到什么时候才叫做成功 修行要修到 好 叫做本来无一物 好 就是原来到最后呢 修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好 那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佛头说 人人皆能成佛 但是为什么我们成不了 因为我们多了很多多余的东西 多余的执着 多余的烦恼 多余的妄想 好 那只要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我们就是佛 好 所以呢 原来我们在这个叉叉叉叉到最后 擦的这一些 把这一些尘埃擦掉 最后呢 恍然大悟说 原来这些尘埃 本来就不属于我们 所以 诶 六祖他直接从我们修行最后 会达到的那个目的来讲 说心啊 我们最高境界叫做本来无一物 是不是 一丝不挂 好 没有任何的烦恼执着 没有多余的东西 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好 那这个在我们现在有灰尘的时候呢 诶 我们的心是不是就本来如此 既然本来如此 那何必要为了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尘埃 还在那边多费功夫 好 所以呢 其实他我们讲说 他是一个顿悟的剂子 悟到什么 心的本体 心的本体空无一物 本来没有烦恼 所以禅宗祖师呢 你可以从 告诉我们 在修行可以直接从体体修 所以叫淡漠染污 不要污染它就好 那为什么淡漠染污呢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不受染 我们的心就像这个虚空一样 那虚空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可是那个灰尘它是存在于虚空 并不能取代虚空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虚空呢 装了多少灰尘 它还是可以再继续容纳 它还是空性 所以从六祖大师的记者呢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 就是心的一个本体中呢 不受染的这个本质清净的特质 所以我们说这个本来无一物呢 它弃悟了空性的道理 那但是生活中呢 如果我们本来无一物呢 从此之后呢 就放任自己的平常的生活 既然本来无一物 所以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啊 因为最后都是归零啊 都是归空啊 所以人生最后一场空 我们很容易落入那个空而消极 所以呢 诶 这个神秀呢 就说那我们虽然啊 最后是一场空 他先不要告诉大家最后的目的 他说我们啊要成就 要求个什么 要让自己最后能够原版 必须要透过实时勤服事 所以你说一个是建修的法门 一个是动物的法门 那这两个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我们来看啊 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 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那这一段呢 其实是一个男主角 他在这辆破车上面 醒思 那他思考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他有点像禅宗祖师 他思考了之后就去问他的师父 他师父都一直跟他说 错错错 这些都不是你的答案 那最后呢 他在这个车子上呢 可能豁然有所领悟 那他的这个师父啊 就是这一位老人家 苏格拉底呢 就来跟他讲 他现在决定要来 带他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段节路 他叫他明天呢 你要带鞋子来 他有一个地方 一直很想要 让他可以 大开眼界 他想要带鞋子来 我已经知道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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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想要解决 你 有些人有些人 尤其是你自己 有些人 有些人 一边爬山一边跟他复习 前面他所领悟到的哲理 所以这个世界大概就掌握三件事情 你就可以 大概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人生 所以爬到了一个高台 老人家跟他说到了 到哪里了呢 到他让他大开眼界的地方 好 那结果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所以呢他说那你到底要我看什么 结果那个老人家呢叫他看脚下的东西 就脚下一看 是什么东西 好 所以他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有看到两个东西 所以他就问了一句 花吗 不是 那是什么 石头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看他的表情完全 啊 来吧 紫尔克 这是我最终能看的 我最终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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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对这个 啊 对这男主角来讲呢 他 他是从 非常期待 然后到最后发现 蛤 本来无一物 哈哈 他如果 如果是这样子 他期待到最后 发现落空 他原来的期待 会造成他最后 失望 的一个很重要的 啊 就是什么 很重要的对照 所以我们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一段呢 他 有很大的落差 他在还不知道答案之前 他的心是很期待 很兴奋 所以他这三个小时 爬的再怎么辛苦 他能不能忍耐 可以 他可以忍耐 可是到最后 如果发现 根本就是一个 很平常的石头 他一点都 好 觉得什么 一点都觉得 这个浪费了自己 三个小时的时间 他如果早知道 我根本就 不会爬 不会爬上来了 可是这老人家 要他学什么 我们常说 只问 只问过程 不问结果 但是我们一般 通常都会期待 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好 那人生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如果人生最后的结果 就是死路一条 那我们这一生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是不是 忙到最后 就是 只见棺一口 是不是 棺材 那得到什么 名 得到利 得到财 得到这么多的朋友 送 还是你没有一样 带着走啊 如果这样子去想我们的人生 那我们这些过程 通通都了无声趣 好 所以 为什么说 如果我们 只有重视那个结果 那 人生的价值 他就会 到最后归零 好 但是 你不重视结果 你中间努力的过程 好像失去了目标 好 所以佛法里面 他讲什么 讲我们到最后的顿悟 悟到的不是短暂的结果 而是有一个终极的指标 可是为了这个终极的指标 我们中间需要有很多 很多的努力 促使我们一直往前走的诱因 所以佛陀他在设 这些中途战的时候 他会先告诉我们阶段性的目标 就是短程的 然后你达到了这一层目标之后 再告诉你最后的目标 所以你现在以为达到的悟 悟到的那个目标 其实只是最暂时的目标而已 那这个这一段呢 他在爬的过程中呢 其实他在看到的是 当我每一步每一步 在走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的那种期待 那种努力 那种愉悦 其实在这个每一步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已经在 在完成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目标呢 其实等于过程 过程等于结果 所以我们在华言经里面讲 出发心即成正觉 我们如果期待 成正觉啊 成佛啊 那接下来呢 就吃香的喝辣的 哦什么都有了 其实那个是你的想象 并不是真实的目标 那真实的佛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的第一个念头 这么真诚的时候 能不能够让这样子 没有过爱 没有烦恼 好 没有无名的 这样子的心态 持续不断的 好 一直发生 所以什么叫做佛 叫快乐无忧 但是快乐无忧 他如果只是短暂的 到最后就会像他这样 哈原来如此而已 他没有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他已经得到他的 那个结果 因为他最后是要让他 大开眼界 可是他并没有体会到 在这个过程 他已经在展现 从来没有过的自己 好所以你说 什么叫做目标 什么叫做过程 我们在这个生命中呢 是不是常常都在赶路 如果我们为了赶路 而失去了欣赏风景 所以我们总是说 啊赶快赶快 要去哪里 赶快赶快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就是 啊这个 读了 这个生出来 就赶快期待要上学 上学呢就期待要怎样 毕业 毕业就期待要怎样 要赶快再升学 升学到最后要 期待要入社会 入社会期待要 要赶快有什么 有家庭 有家庭又期待又有小孩 小孩又期待怎样 小孩子赶快长大 长大的之后 又期待他赶快 娶一个房 娶一房媳妇 娶一房媳妇就 催他赶快要抱孙子 所以我们永远都在追追追追追 追什么 追那个结果 结果发现结果之后 又变成下一次的开始 又变成有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追到最后 你回头看 哇我们都失去过程中的趣味 好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说 难道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吗 好所以有一个人躺在 好地中海边在那边下太阳 好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很精进很认真勤奋工作的人 就跑过来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躺在这边放逸 好他说 其实请问 我换我访问你 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 他说我努力工作 到最后就是希望我有了很多的钱之后 可以在这个地中海边悠闲度日 好那他就说 那请问这位先生 我现在不不 不是正在做你想要的梦想吗 好所以我们会以为说 在这个努力工作 他的本身的价值 就是让我们最后可以不用工作 可是如果成佛到最后 就是让我们 好都什么都不用做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那佛他到底是比我们忙还是比我们闲 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发现佛他成佛之后 他变得一个更有用的 好更有价值的存在 他每天忙着四处度众生 似乎比我们还要忙 那为什么同样在忙 佛的忙跟我们的忙 有差距这么大 效果差这么多 好原来是因为我们常常自我设定 好设定用自己的想象 去设定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我为了达到目的 这过程可以不择手段 好但是佛他在每一个过程中 他知道每一个过程都会影响结果 所以他每一步路 他都会问是不是符合结果 好所以所谓的智慧所谓的般若 所谓的悟就是你在这个每一步路 你知不知道前因后果 我们会因为现在的一句话 或一个决策或一个表情 接下来会影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我的生命的走向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 我们常常看不到 我们只是为了赶快得到 好到了某一个地方 好就以为呢 好这些所有的经历 通通跟结果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思维的结果呢 就会修行修到最后 发现好像一直达不到 自己想要成就的那个佛的位置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 是因为我们误解 顿悟与见修 把它分成两件事情 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到底 为什么最后会这么失望 其实他忘记 当他怀着希望要准备要去看什么的时候 其实真正大开眼界 眼界的是他在那个过程中 怀着期待的那个独立的心 那最后呢 即使只是一颗石头 他的心情 跟没有努力而得到的那颗石头 其实应该是不一样 但是他以为那是一样的 好所以六祖大师他讲的 本来无一物 我们听起来没有努力过的人就说 那是简单的 那以后我现在本来就无一物了啊 那我不是就是大师了吗 事实上 那个所谓修行后的那种深刻的体悟 跟你本来通通都没有在修的 那种本来无一物的层次是不同 虽然他讲的状态是一样的 但是你对于自己的生命中的一种体会 跟修行的这种体会呢 深度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他最后呢 还自己想一想啊 那既然苏格拉底他带他来这里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就自己试图在那边自我解释 自我这个重新修正刚才的那个暴怒 这个算是有修过的 因为他前面的反应 在还没被调教前一定马上把那个石头巴丢到哪里去 但是他是有经过省思的 所以他的反应还是有一点收敛 所以他后来呢做了一个回馈 很厉害 所以这个算是 以石头为师 从这个石头上 他大概有一点领悟 当然他讲说 结果不重要 其实结果是同等重要 我们常常用什么方式来衡量 我们的努力 我们要用结果来衡量 只是结果 他跟过程 是并行不备 是相辅相成 所以所谓的顿悟跟见修 其实它是不是两件事情 平常修得多深 多勤 就会比较容易有悟的因缘 那你领悟 你了解你的目标 了解你的方向 那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去高雄 我们如果不知道 我们是要往南 一直跑一直跑 有路就走 其实好危险 很容易就走到 其他的路上 就永远都到不了 奇怪我也很认真啊 可是怎么都到不了 原来是因为方向不清楚 所以应该往东就往西 一走就天差地别 但是如果呢 你已经很清楚方向 可是你却觉得 我已经到了 我不需要 我都知道了 我不需要走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 亲自到那个 你的目的地 所以其实 悟跟修呢 它是相辅相成 会互相增上的 那这个后来呢 我们的六祖大师啊 他有了这样子的体悟 可是他只有悟到 本来无一物 那五祖就说 这样子的体悟 还不够深刻 还不够完整 因为你们各 占 一部分 的真理 的确我们修行要认真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药理 也要悟到 我们修行是一个简号 所以 五祖就去请这个 六祖大师呢 到哪里 到房中 他为他开示金刚经 那为他开示金刚经 那开示到哪一段 开示到这一段 叫庄严净土分 庄严净土分 在金刚经里面 它是第十分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金刚经里面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金刚经 它的架构是什么 那他是讲讲讲 讲说 他在回答菩萨 而且是大菩萨 摩赫萨是大菩萨 要怎么样去 生出一个清净的心 应该要如何用我们的心 所以这是六祖大师 他还没有体会到的一个层次 因为他体会到心可以放下 不要执着 是不是 本来无一物 所以呢 因无所住 但是这个心 放下了执着之后 剩下什么 我们本来的清净心 他就会现前 他会出来 怎样 帮我们做很多圆满的 全体大用的工作 所以他说 菩萨应该要这样子来修 所谓的清净心 很多人以为修清净心 就是另外去求一个 得到一个什么感应 或者得到一种智慧 得到一种能力 但是 这个金刚经里面就讲 这个能力啊 这种智慧 这种功能 它是本来就具足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只是我们把那个 就是让他蒙蔽的那个因缘 把它处理掉 自然而然他就会现前 所以他说 很简单 你不应住 不要执着在色 不要执着在身 不要执着在香 不要执着在味 不要执着在处 以及法 不要执着 这个处是执着 不要执着 而好好的用 那个不执着的那一个心 因为执着的心 叫做妄想心 妄想心在楞严经里面的定义 叫做虔诚 虚妄想想 因尘 因条件 而 有攀缘的性质 那什么意思 譬如说 你为什么会 开心 因为 他对我笑 那你的笑是因为 他 而引起的 那他如果不对你笑 你的欢喜心 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 我如果吃到好吃的东西 因为胃 心里面 很满足 那如果有一天 吃到难吃的 或没得吃 没有这个胃 那你是不是就不快乐 所以表示 我们的所谓的快乐 满足 是靠条件 要有条件 我现在跟他感情很好 我觉得 我拥有全世界 那如果哪一天吵架 哪一天发现他背叛 那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接受 整个世界就毁了 所以表示 你当初建立的这些快乐 是依靠在色身香味触法 这样子的快乐 不可靠 因为尘会怎样 有生 有灭 是不是 有得就有失 那或者是 你在这个尘上呢 你在这样子生灭 时间空间的改变上 你的心呢 就会随进而转 随进而转 所以如果依照这样子的色身香味触法 而决定我们今天的心情 那我们今天一定这个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心情 做主 而必须要受制于环境 好 所以呢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 的无所住 其实就是叫我们不要住在这些外在的条件上 色身香味触法 那这时候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真实的快乐的来源 好 所以有真的快乐 有假的快乐 这个假的快乐是要靠条件的 好 那这个假的快乐要靠条件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因无所住 不靠这个条件 而决定今天自己的快乐状况 可能就可以达到这种情形 好 这种情形 这个 这个小朋友的状况 很好 其实他每天遇到 他今天遇到的事情 有够 所有的衰的事情 全部都放在一起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老板 拍他桌子 叫他滚蛋 是不是 那我们一般呢 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怎样 稀里哗啦哭着出去 要不然脸一定拉着老长 衰到不行 是不是 我今天被之前 他还能够微笑以对 这是什么 笑起啊 这个大概就已经有问题了 可是 可是当我们今天已经开始知道 因无所住 那不住什么 不住在他的表情 不住在他的指责 不住在这老板对你的好跟坏 好 那 有的人说 那怎么有可能 我们 我们就是要 看人家脸色啊 我已经失去工作了 好 那 事实上 失去工作是一个事实 是不是 但是我们除了失去工作的这个事实 你们有没有改变之外 我们还可以改变什么 好 失去了之后 一定要痛不欲生嘛 我们大概心情就 完全就没有办法控制 身陷其中 那身陷其中之后会有什么情况 你 你会仇恨你的老板 你会仇恨伤害你的那一个人 但是同时 你也会伤害到爱你的那个人 因为他爱你 他很担心 你受伤 你难过 谁更难过 老板不会难过 因为他本来就是准备要把你fire 但是 爱你的人会不忍心 而一起陷入那种苦痛中 所以 因无所助呢 其实是 并不是说 哎呦 我就是变成厚脸皮 我就变成完全都不管别人的死活 而是 你把这个心呢 放得更大 放得更宽 就是用一个比较客观 比较超然的角度来观察 这个叫做升其心 我们的智慧心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用 但是当我们住在某一个情境上 你一个智慧心就用不出来 所以你非要 非爱那个人不可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思考 好 被他伤害了之后 住在那个痛苦中 你也没办法思考 很激动的时候 没办法思考 紧张的时候 没办法思考 好 那现在我们激动 我们高兴 我们爱 我们恨 我们的感受 他这么鲜明的时候 你还可以保持冷静 保持清静心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跳出色胜香味处法 把他做一个分析 他就是色 是不是 这个人的表情 他就是一个色 好色 坏色 我们不 不住 无住 不应住色 不应住身 不应住香 不应住味 不应住法 发生了 你再去修 来不及 因为那已经变成我们的惯心 所以平常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小朋友 他竟然可以 马上跳出来 那当然是演的 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心 其实有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却常常让他 没有做这种练习 而练习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以至于我们会 已经习惯受苦 习惯受苦 那对方的目的 他就是要让你苦 然后你就真的 挖了一个洞 你就跳下去 所以注射生心 我们就产生执着心 但是不注射 而生出来的心 我们就会有一种智慧心 所以他出来了 出来之后 所有的同事都来安慰他 是吧 那我们说 如果演戏要演 悲惨的 被遣送 被遣走的 这个员工 离职的员工 最悲惨的就是他那些 那个桶子的东西 还要全部都掉满地 这样才能够 显出他的悲惨 所以第二件 倒霉的事情发生了 又落地 对不对 露底了 所以呢 他突然看开了 既然这样 这些东西就放下吧 那第三件事情呢 更惨 无漏偏逢连夜雨 他的车被拖掉走了 他说既然呢 啊 拖掉走 没有车 那干脆走路回家好了 做运动 那通常这些事情 我们碰到 我们都会急着跳 跳脚大骂 甚至于觉得实在 这个 这个人要回我了 这世界要回我了 那最后可能就自己 自我放弃 然后呢 回到家呢 这钥匙又怎样 来吊到那个 缝里面去 他就干脆躺在那个 躺椅上面 享受一下阳光 结果要享受阳光 水又喷出来了 所以呢 他说 其实 即使在这么辛苦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柔软以对 那当然他是在 宣传他的那个 尿布非常的好 会给我们好心情 可是 我们就要知道说 其实 什么样子的情况 才会让我们 有这样子的决心 让我们能够 不管 你遇到什么事 都还能够保持一个 清静的心 那就要有两种信念 第一种就是 你相信 深信 你自己是具有 这种清静心 清静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 他听到了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会 豁然大悟 他悟到什么 他悟到 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 因为他这 所有这个世界的 一切零零种种 他都没有离开过 我们的清静心 我们本具的清静心 既然每一个人都有 而且这个是佛陀 他在 三千年前 他领悟到 人人皆有佛性 的这个道理 人人皆当成佛 那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 具有这种能力 我们却不用他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 把他忽略了 把他放弃了 我们没有相信他 而且我们没有 相信了之后 我们去相信谁 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要去看 我爱的人 他今天对我如何 我才能够决定 我今天是不是 拥有全世界 我必须要去看 我有没有得到 大家都肯定的 这些价值 我有没有扮演好 这个角色 我才能够决定 我今天要怎么过 那么表示 我们全部通通都 离开了我们的心 而去追求外面的 所有的色神香味触法 是不是 我们的确 这些色神香味触法 都是我们快乐的来源 但是不是唯一 他只是一种辅助品 附属品 你有他 你可能增加一点方便 增加的快乐 可是没有他 难道我们就一定要觉得悲惨万分吗 所以表示我们没有真实的肯定自己 那第二点呢 就是当我们肯定了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我们的自信之后 剩下来的就是 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见招拆招 每一个层面 每次遇到的因缘 都是我们练习 无所住的开始 好 所以呢 诶 这个六祖大师问悟到什么 我们的心叫做 本自清净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他就是清净的 好 本体是清净 那即使有很多的烦恼 那个烦恼不是真实的 不是自己 好 那我们能不能够相信 如果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看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人说 我好生气 然后好生气久了 之后就会变成 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是不是 那我很生气 其实是表示 我的心会有生气的反应 我的心会有生气的作用 可是到最后我们就会 因为我常常好生气好生气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生气变成我 好 我是什么人 我是脾气坏的人 可是事实上 他并不是脾气坏的人 只是比较容易好生气 是不是 所以生气不是我 可是我们久了呢 会变成习惯 他就会变成我的一部分 好 所以他说 如果我们不知道 本自清净 我们就会一直以为 我本自脾气坏 是不是 我本自爱烦恼 我本自懒散 是不是 我们会说 我的本性如此 那改不掉 好 其实 不用改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你 那他既然不是你 那何必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自己的本来的本质 原来的清净 那自然而然呢 那个不是自己的 他慢慢慢慢 他就会离我们而去 所以呢 不修而修 是这个意思 那第一个 叫不清净 而且他不会随着时间 而改变 叫不生不灭 就横长 再来不动 不咬 就是 我们的心 在这么多的 来来去去的 这些所有的 人事物的变化中呢 你的心可以保持安然不动 忙而不乱 动而不动 所以随时 不管是动静贤忙 你的心就不会随波逐流 所以本无动摇 然后从相上来讲呢 他具有功德之相 智慧之相 为什么佛 他一样都是在忙 但是他感觉 就是 他的表情也好 他的外相也好 就是很安定 很圆满 因为他是用智慧 来庄严 他的 整个外相 所以表现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 安定的相 让人看了会起 会有所启发 可是我们的心也有 我们有慈悲心 我们就会有慈悲相 看起来就像菩萨 可是我们如果呢 有烦恼心 我们看起来就 印堂发黑 这个人有一点的衰相 那如果呢 你是这个心 常常就陷入一种 发呆状态 你就会有一个痴呆相 所以呢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 他就会呈现出什么相 那么他说 我们的本性是 本自具足 具足什么 具足功德 具足智慧 那么现出来的就是 功德之相 智慧之相 那每天看镜子 要看一下 你今天是什么相 是不是 是轻面獠牙之相 还是呢 像佛的相 还是像菩萨的相 所以先整理好自己的外相 再走出去 以免常常就会吓到别人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相由心生 那如果我们的心是具足功德 具足智慧 那么他呈现出来的相 就是圆满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本性中呢 如果我们常常用它 我们就会 有这种圆满之相 然后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心可以 怎样 可以无限的使用它 好 只是要不要而已 所以人可以是 无所不能 只是因为我们不够熟练 所以我们碰到 不是自己专业的 我们就会 他说 我不会 其实不是不会 是不想会 好 所以 凡事呢 就是如果你有心 你一定可以会 只是我们不愿意花这些时间 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学习 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功能 好 所以如果心是具足各种功能 它表示 它是可以创造 好 能生万法 而且这些万法是不离什么 不离自信 好 所以人创造出了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却又被这个世界 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活动 所以我们以为呢 你看我们创造了 这个电视 但是我们被电视 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好 那我们创造了手机 结果 这个手机呢 限制了我们的休息 所以很多人 他没有它不行 可是这些东西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好 那创造出来之后 又依赖它 依赖最后呢 就被它控制 好 所以呢 能生万法 如果回到了我们的源头 我们就会知道 既然我们能够创造 我们也可以结束 也可以不受它控制 那这时候心就会无碍 好 心就会有 有什么 有各种不同的 叫做妙用 好 妙用 所以体相用呢 是我们六祖大师啊 他能够体会到的 所以从这一句 叫做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哦 本具的功德 本具的智慧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它 或者是能够体会它 或者是运用它 那几乎解决 所有一切万法的事情 好 所以因为六祖大师呢 他从此之后 他开始呢 就去淘淡了 那甚至于在十几年后 他就出来 来把这样子的道理 用很简单的语言 来广 广怎样 广撒 广撒种子 广撒佛种 所以在这个禅宗史上呢 六祖大师他因为 金刚经的这一段 而开悟 那金刚经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经呢 它当然就是 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经典 专门在讲智慧的 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 看到这一段 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读诵 为人解说 所以读这部经 有五种方法 就是你要修这个经 要修这个金刚经 般若法门 有五种方法 第一个叫做接受它 受 什么叫接受 就是啊 今天有一个君士问师傅说 师傅请问啊 如果有一个 妇人她怀孕了 那她希望她的孩子 很聪明 是不是 请问呢 她要念什么经 她叫念金刚经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其实叫做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就是 因为这个环境很重要 那身教 就是我们说 身教 就是你身边的人 在做什么 你自然而然会copy 那这个叫做身教 会互相影响 所以叫物以类聚 那言教呢 就常常我们会说 上课听老师 老师都说什么 那国小的小孩 每次回来都跟你说 老师说什么 老师说什么 所以那个叫言教 那我们也常常会用言语 来教育他人 所以用讲道理的 好 但是呢 还有环境 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养成的教育的管道 所以 譬如说我们来到道场 我们看到佛像 好 我们看到师兄 好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普团 自然而然心 就会 走路不会大雷雷的 就这样子晃来晃去 你就 自然而然动作放轻 好 所以这个环境 它本身就有一种气氛 好 这就叫环境的教育 那你置身在这种气氛中 眼睛看到耳朵 听到你的身体 感受到的 这个气氛呢 好 自然而然心 就比较容易定 好 所以有些人说 奇怪 在佛堂打坐 跟在家里面的 好 这个厨房 或者是在卧房 怎么完全不一样 好 在禅堂打坐 在佛堂打坐 感觉好像比较 做得比较 比较持久 在卧房打坐 一分钟就人不见了 好 为什么 因为气氛不一样 好 卧房的气氛就是要睡觉 好 那禅堂的气氛呢 你睡觉还会有一点惭愧心 是不是 还会挣扎 好 所以环境不一样 制造出来的气氛都不同 所以你必须要先接受 接受这部经 这部经它就会有什么 就会让我们呢 开始去感受到 佛陀在这一部经里面的身教是什么 佛陀在这一部经的严教又是什么 佛陀在这部经所成就的这个环境 那个世界的感受到 那个世界的感觉是什么 好 所以 波陀经啊 你要学波陀智慧 好 你要先接受 你想要 能够 好 怎样 启发这个波陀智慧 你要先接受它 接受了之后呢 持 持 不是说啊 这个我会 我就每天拿着一本金刚经走来走去 这个叫做持 其实持是心里面一直 一直拿着 好 一直拿着 所以心里面一直放着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常说受戒 持戒 受戒就是你接受了这个戒法 持戒就是你心里面 有一直想要遵循这个戒的内容 好 所以譬如说受了菩萨戒 有一个居士就说 师父 我受了菩萨戒之后呢 每一次吃饭都要先供养 可是呢 我发现 我常常忘记 好 吃了三分钟 突然忘记供养 是不是这样 那这是好还是不好 这表示你有想持 但是还没有习惯 所以就会怎样 会忘记 那忘记还会记得 表示你有在持嘛 你心里面有放着这件事情 那这个跟没有持戒的人 有什么差别 没有持戒的人 他就在旁边就会说 什么供养 他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有这些规则 所以就像说 我们知道 这个开车有交通规则 你有没有要遵守 有 什么时候会特别想遵守 就是 有红灯 可是你又没有人的时候 你就 要遵守还是不遵守 是不是 那这时候你就会 看旁边有没有警察 或者是看 有没有那个拍照的 是不是 那你明明心里面是知道 可以还是不可以 知道 知道这个标准 知道红灯不能过去 可是你心里面想要跨过去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标准在出来 帮我们衡量得失轻重 就是接下来你 你的时间很赶 你到底要不要赶快过去 那你付出来的代价会是什么 这时候表示你心里面 其实有放着那个交通规则 那个叫做持 所以我们金刚经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刚开始没有办法 处处都做得很有智慧 可是我们心里面一直想 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 这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做到 但是我的心会一直放着这件事情 这个叫做持 所以如果说 有一个局势说 恍然大悟 原来我30年前就一直持着金刚经 因为他30年前就一直想要听金刚经 一直想一直想 想了30年 这样是不是持 不是 因为你只是想这个经 而不是持金刚经里面的内容 他的精神是什么 他的精神叫做般若智慧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 只听说功德很大 所以就一直想读 一直想读 一直想读 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懂那里面的道理 有时候我们只是拿 形式上的拿着 并不是真实的在 好 在拿 在持 遵循这个内容 所以呢 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因为我们不了解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反复的念 反复念 念一遍就懂 懂一部分 再念一遍 念到熟 念到会被 叫做送 念到已经放在心里面 这整部经通通记起来 好五千七百八十个字全部通通都 啊 这个前面后面呢 可以不用拿一本经 然后就可以从头念到尾 这时候叫做送 这时候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已经在持 这些经的道理 他有时候就会跑出来 好 做什么 帮我们印证一下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受持读送这四种修持方法 那偶尔呢 你遇到了某一些情境 这个人赚不出来 你会用原来有的资料库 你的知识 或者是你学习到的一些道理 那这时候呢 你读到的这个金刚经 因为你很熟悉他 所以很自然而然 你就会用金刚经里面学到的道理 来劝你身边的人遇到的困难 你会告诉他说 哎呀 凡所有相见是虚妄 是不是啊 那或者是 告诉你哦 一切有违法就像梦一样 好 那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执着 那也会来告诉别人 说你修行的心情 这时候叫做为人解说 为人解说 即使是一句 即使只是告诉人家说 啊 你现在 如果希望你的孩子聪明 你就叫他念金刚经 只是教他这个方法 那这个也叫做为人解说 那这部经有什么好处 就推广 所以 这个就是送持金刚经的方法 好 修行金刚经的方法 那么在这边呢 哎 佛陀在这经典里面讲说 这部经啊 他以佛智慧 好 西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好 如果有人这样做 其实他 好 只有做一点点 他都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 好 那世经 这部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那佛陀专门为谁说 为发大圣心的人说 为发想要成佛的人说 所以呢 这是为发大圣者说 那这部经的全名叫做 金刚波罗 波罗秘经 最重要的是 波罗这两个字 是不是 好 那波罗他的 他的功能是什么 好 他的功能就是能够破除烦恼 好 不懂的人说 哎 这个念班若 不是念波罗 其实波罗他是直接音翻译过来 好 那翻译过来 从唐朝翻译过来的时候呢 他的音刚好是 就是波罗这两个字的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呢 其实是为了要保留他原来的意思 好 我们有些人会把它翻成说 哎 这个叫智慧 好 智慧经 但是因为他不只是我们的智慧的意思 他除了智慧 好 我们一般听到这个人很有智慧 就是大概很聪明 反应很灵敏 很有才华 但是他还有一种 超越的 圆融的智慧 所以智慧有世间的智慧 好 世间的智慧 人情事故很通达 好 做事情 能力很强 好 他可以组织 他可以运筹帷幄 这是世间的智慧 好 所以他能很懂得这个 好 世间的观念 好 或者是这些 哎 这个 哎 所谓的规则 游戏规则 他很熟悉 然后而且他也可以 好 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世间的智慧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初世间的智慧 好 初世间的智慧 好 叫做空性的智慧 他知道一切因缘 所生法 当体即空 好 所以菩萨就是具有这种空性的智慧 佛具有空性的智慧 那空性的智慧呢 但是他又不舍众生 所以他以这种不执着的心 来度众生的时候呢 他就不是为了求名求利 不是有什么目的 而起的这种 好 这种 哎 这个度众生的心 好 那这种心呢 就叫做 般若智慧 所以我们会知道 佛陀他可以千处祈求 千处印 他可以看到这个人 因以合身 得度极限合身 可是我们却 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我们只能知人知面 不知心 大概猜一猜 有时候猜对 有时候猜错 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圆融 所以他在讲 这个般若呢 如果能够发挥到极致 就可以叫做菠罗蜜 可以圆融 我们世间的智慧 最多就是成就一世的功名 成就一世的功德 但是呢 如果有般若智慧 他可以到 让大家到彼岸 什么到彼岸 我自己可以到 没有烦恼的境界 我也可以让身边的人 他也能够没有烦恼 好 所以这个就是 菠罗蜜圆融的境界 好 就是到彼岸 圆满的境界 所以在这部经呢 因为他在谈这个般若 菠罗蜜 那么用金刚来形容他 好 用金刚 金刚就是这个世间最坚硬的东西 好 金刚转 好 所以用金刚来形容这个波罗智慧 无坚不摧 好 那非常的力 可以破烦恼 可以破愚痴 可以破无名 好 那这次 就是中国罗斯大师翻译的 好 他形容这个 好 波罗是像金刚一般 好 那 那如果是 哎 玄壮大师翻译 好 他把这个波罗呢 好 加了一个 好 就是加了一个形容词 叫做能断 好 他讲能断波罗智 好 所以能断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波罗是可以拿来断烦恼的 好 叫能断 好 所以他的翻译的方式 强调的功能不同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波罗呢 就会有一个 好 完全不一样的 好 这种功能解读 那每一个人见仁见智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 什么叫做波罗呢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 就是啊 这个波罗的意思 大概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哎 那个 怎样 要戒烟 是 是要戒烟吗 所以有的人说 看到这 这个情况 什么情况 这阳台上呢 挤满了抽烟的人 所以这位先生呢 他要去抽烟 结果那个阳台呢 不就不升负荷 就整个掉下去 那一般人看到 就会有 有什么想法 还好 我没有在那个阳台上 是不是 好险 那也有人 他就会说 你看抽烟多么的危险啊 那 但是呢 你对于那个抽烟的人呢 他就会说什么 这个阳台实在是太烂了 怎么可以 这个 盖得这么不坚固 所以同一件事情 有很多人 有各种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人的解读 也许 他会 另外找一个更坚固的阳台 他还是要继续说 也许 有的人 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从此就不抽烟了 是不是 好那 也许 有的人呢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就会发现 原来生死一瞬间 他突然 想到 那我如果是 跌下去的那一个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面对我的 这一瞬间 是不是 好所以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发生的理解不同 好 就像生病的 每个人对生病的解读 就会不一样 好 那这个不同的角度 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都只是 智慧的其中一个面向 那 如果是佛呢 佛会怎么看待这个呢 好 那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 这个所谓的般若呢 他还是有一个层次 有一些层次 那 这个层次呢 他到最后 要带给我们 到最后 叫做实相般若 好 那 如何契入这种 所谓圆满的般若呢 如何去 运用这个般若呢 好 或如何去 启发自己的般若智慧呢 好 所以呢 这三个步骤呢 第一个叫做文字 第二个叫做观照 第三个叫做实相 我们大部分呢 可能都是 好 先借由 第一个步骤 然后到第二个步骤 到第三个步骤 好 所以他 这个其实是 看起来是三个步骤 其实他同时 都 都具足 就是具足在我们的般若智慧里面 所以这三个步骤呢 第一个就是文字 所谓的文字般若 那文字般若是什么 文字般若呢 其实他就是 借由各种不同的相状 譬如说 你今天可能 我们学习 就是看到 一篇好文章 然后 原来 这个自己若有所悟 觉得呢 对人生的看法 或者对原来的 那个人的看法 又不同 所以这个叫做文字般若 但是也有可能 是看到某一个形象 看到 这个 这个一个好看的故事 或者是感人的 电影的片段 或者是你看到 街上的某一幕 所以有可能呢 这个文字 它并不一定只是文字 它可能是影像 或者是听到一段音乐 你的心呢 突然豁然开朗 所以有些人是听到某个咒语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 特别特别的感应 感受到那个慈悲 感受到那种 生命的一种希望 所以 每一个人的 般若的 起发点 不同 好 那 有的人的管道 是透过声音 有的人是管道 管道是透过形状 颜色 有的人呢 是要吃到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 好 所以以前 有一个 法师 他是 半夜呢 非常的口渴 渴到呢 不知道要 哇 要怎么办 然后他又挂单 在一个不熟悉的寺院 所以他就跑到 那个寺院外面 到 跑跑跑 跑到那个 听到那个水声 跑到那个泉水旁边 赶快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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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了 哇 突然解渴 觉得很开心 那 回到了自己的 那个 那个住的地方 就一路 安眠到天明 早上醒来 就很怀念 昨天的那个甘泉 所以呢 就想要再一次 喝到那个泉水 结果就去 去了之后 差点吐出来 好 原来那个泉水 不是昨天的那个泉水 那么甘甜 原来那个泉水旁边呢 躺着一个 骷髅 而且腐烂到一半 原来有一个人 死在那边 而且还 还死不久 然后 就一半的那个头 就在那个泉水边 然后一半的身体 就在外面 他当场吐 把昨天那个吐出来 因为原来他是喝到湿水 还那么好喝 就吐吐吐吐到最后呢 他就豁然开悟 他说原来 竟会游心 昨天那么甘甜 饮之甚甘 是不是 昨天喝的时候那么甘甜 现在呢 今天 闻了 哎呦 恶臭 闻之甚臭 原来 不是 那个泉水的问题 非观怪物 竟会怎样 游心 都是我的心在分别 所以他是透过什么 透过 闻 透过喝 的那个感受 去体会到 啊 原来呢 万法不离心 就是 啊有一个 法师呢 更有趣 他半夜的时候呢 哎 那个要 下来黑黑的 一踩 听到 一个声音 嘴 那个脚呢 感觉到 软软的 然后有一个东西 扁掉了 然后他想 完蛋了 我杀身了 他踩到残杵 他说怎么办 那个残杵扁了 嘴一声 所以哇 杀身了 所以非常懊恼 非常懊恼 很懺悔 就整个晚上呢 都没有办法休息 就一直懺悔 一直懺悔 一直 想说要超度那只残杵 结果早上 眼睛一看 原来是一只茄子 所以呢 原来他踩到茄子 不是踩到残杵 他一瞬间呢 啊 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不是杀身 只是物财的茄子 结果没想到 因为这个茄子 他就开悟了 原来都是心的作用 新的作用 所以说 透过了某一些情境 或者是某一些状况 或某一些文字 你有所启发 有的人读金刚经 读一读 他对某一句话呢 特别的印象深刻 凡所有 像皆是虚妄 或者是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我们跟六祖大师一样 好那 结果呢 今天 就是走在路上呢 突然之间 跟某一个招牌一看 那就 启发了我们自己的体悟 好 所以 你发现 你看到了什么文字 而有所体会 那个文字 就是启发我们的般若智慧 那个叫做文字般若 好 所以文字 它不一定是般若 但是 为什么它会变成文字般若 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般若的本质 它透过这个语言文字而启发了我们的自信 所以如果我们的本具的智慧没有的话 不具足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透过什么文字而有般若 所以真正的文字般若不是那个文字本身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本具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 常常 我们常常是 学习这个世间的一切的知识技能 其实是希望能够启发我们的自信 可是我们却 常常学了之后变成法治 或者是变成所知障 或者是学习的那个内容 那个知识 它反而障碍了我们的进步 反而让我们变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就比如说这个是三个傻瓜里面所讲的一段 他们学校呢 有一个学生 跳楼自杀 然后这个男主角在跟他们的主任 很感叹的一谈 我们其实学习学到最后 都变成压力过大 没有办法处理 我现在的心情 你为什么要认识 我认识 你为什么要认识 如果一个学生 不得拿一学生 我们想认识 如果你们在生活中 如果你的学生 如果你们想认识 你们愿识 别人 我认识 你不懂 你不懂 我其实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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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认识 有些计息 我认识 有些人数字的印度 在一个中央 每一半的时间 哪里 一个学生 出生 I can say suicide attempt sir I can say suicide attempt here I can say suicide here I can say something wrong I can say about other colleges I can say this is one of the finest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I have been running this college for 30 years I have been running to the 28th position I can say number 1 What number 1 I can say no new ideas I can say no new inventions I can say I can say Marx I have been running to the US It's about to know Marx I can say 1200 Do you ever know Marx I can go add Marx I can s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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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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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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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生起一种想要学习的这种动机 以及追求学问的过程中的一种乐趣 发现的乐趣 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这样子 当我们进入了一个这种恶性竞争 或者是我们迷失在那些文字向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失去的它的这个本质 本质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生活如果陷入这种无止境的追逐 我们就会忘记自己本来有的那个态度 跟原来的最初的动机 那佛陀也是可以明白 我们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执着 所以他说你要真正能够驾驭文字 学习文字 但是不要执着文字向 透过文字 重点是要启发我们的般若自信 而不是累积了很多的文字之后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说的一口好听的名词 词典全部通通都可以倒背如流 可是我们却忘记 其实这些文字 这些法 这些名词 甚至于这些经 它是来启发自信的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多文第一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多文 再更进一步的变成智慧第一 那不是更棒吗 所以其实它在 那怎么样把这个文字来提升 或者是让它呢 真正的可以发挥功能 就要透过第二个叫做观照 观照 观照 观叫做观察 或者观醒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 能够借由这个文字 借由学习到的这个法义 能够让我们呢 可以怎样 可以开始用这个智慧的角度去观 去观察 我们过去可能看到这个人 我们开始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用我的好物来衡量 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用利益来衡量 是不是 值不值得我花时间跟这个人说话 那他可以带给我什么利益 那他可以带给我什么利益 所以以前 孟子啊 去一个国家 这个国王就问他说 你能够带给我什么利益 孟子说 其实我们不要谈利益 我们应该要谈 我们一个人 在这个国家 他可以发挥什么价值 你如果说你能够利益我什么 我可能没有办法 带给你所谓实质上的 丰厚的收入 或者是 可以人民 可以更安乐 或者是更强盛 可是 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价值 那你带来的后面的利益 更是无可复加 所以这个观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什么角度 去看待我们的生活 那就要用 般若智慧的角度去观察 那般若智慧的角度是什么 就是佛陀讲的 这个佛法里面 谈的 人人皆有佛性 用一个平等心去观察 用一个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的角度去观察 所以我们在 金刚经的第18分里面呢 就讲到 我们具有什么 我们具有肉眼 我们具有天眼 我们具有法眼 具有慧眼 具有五眼 有五种角度来观察 但是我们常常用肉眼在观察 那肉眼很容易就变成 大小眼 视力眼 要不要狗眼 就觉得这个人 看起来长得不怎么样 应该很笨吧 我们大概就会这样子去 直接去串联 用我们的经验 可是有时候经验会误导自己 有时候戴上有色的眼镜 我们反而看不清楚真相 好 所以呢 这个观呢 就是用智慧来起修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 好 那就依据佛陀经典里面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就 原来 要用无所住的心 不要执着 不要戴上陈建 好 那升其心 这时候你的观照的智慧 就会现前 好 所以我们读到的这些经呢 如果能够拿来用 那这个经才有存在的价值 要不然它只有累积 变成一种文字 知识的堆叠 好 那有观了之后 就会照 好 就好像这条路 看不清楚 可是有灯 一照 这个路怎么走 你就会更明白 心里面会少了很多的恐慌 好 所以这个观呢 就是你观察之后 要如何做 应该要如何突破困难 那就必须要用这个波罗智慧来照破 好 来断除 来去除这些烦恼 那去除烦恼的方法有很多 好 所谓 目标是一个 可是路径很多 好 那我们就要对症下药 好 那有时候是人的问题 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 有时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 好 那有时候呢 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那我们能不能够诊断 好 然后施以正确的药 好 可是我们常常是 啊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我们根本都搞不清楚 然后最麻烦的是叫做 人云亦云 好 人家说 哪一个经好 我们就跟着走 好 人家说 哪一件 好 哪个事情 现在在敢流行 好 那尤其是 好 喜欢吃药的就更麻烦 健康食品 好 人家流行牛张汁 你也跟着跑去吃牛张汁 人家流行 明日夜 就也很多明日夜 现在流行什么 你就跟着流行 然后家里面呢 通通通都摆着这些所有的流行品 什么变成实验品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跟我们家人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朋友 好 那这些流行呢 当然它各有它的功能 的确这些东西都叫健身 叫做保健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适合 我们不一定是对的 好 我喜欢吃苹果 好 那所有的人全部通通都要规定 通通都要吃苹果 我不喜欢吃柳丁 所有的人都不准吃柳丁 好 那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标准去 去界定 去限制 甚至于去强迫 别人要接受我的标准 就会产生冲突 所以我们要知道 能够知道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当我们产生困难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知道 彼此之间的 真指点在哪里 或者是角度立场不同在哪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学习到的智慧呢 拿来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工具 好 所以所谓的智慧并不是 我比你聪明 所以你要听我的 所谓的智慧是 我们知道多元 每一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每个人特质都不一样 每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 做事方法不一样 那我能够用一个很圆融的方式 知道 知道 而且还能够把它放对位置 好 所以呢 这时候这个叫做观照 所以你观察清楚之后 还能够用最有效果的四两波千金的方法来处理 那这个叫做般若智慧 好 所以现在聪明的人很多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聪明再加上智慧 那就更圆满 好 要不然有时候聪明的人到最后众叛清理 到最后剩下自己一个 好 他也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工作 所以观照的般若呢 其实他是需要透过练习 所以我们说菩萨呢 他在度众生的过程中 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他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碰到这个人 他不但是度他 而且同时也在学习如何度 好 所以随时随地都在学 他就会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经验 度的众生越广 他的经验就越多 所以我们说年税增长 要增长的是原容的 般若的经验 而不是增长的是老顽固的习性 所以我们说增长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越来越坚持自己的经验 老到一定要听我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 因为我经验老到 所以我能够广开 很广纳建言 广开这种我们的心境 可以接受所有的不同的一个做法 甚至于我们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因为时代不一样一直在改变 那我们能不能够用开放的心态 来接受所有的这种新的东西 但是你并不会迷失 所以这个叫做关照波仁 到最后呢 就回到了所谓的实相 所以波仁修到最后 叫做本来无一物 原来呢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最真实的样子 最真实 实相就是真真实实 相就是相貌嘛 那真实的实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波仁智慧 好 是我们的心 所以在金刚经一开始呢 佛陀就讲了一段实相的身教 金刚经一开始 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社会国其数几孤独猿 与大比丘仲千二百五十人聚 是不是 先交代了在哪里 讲的什么经 什么时候 谁在讲对谁 是不是 所以金刚经一开始 有交代人事实地物 六成就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言语 它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动作 二十世尊实实 吃饭的时间到了 所以 世尊就穿着衣服 穿衣服 我们去哪里 出家师父的穿的衣服是有规定 法会的时候要穿什么 去出门的时候要穿什么 他是有规定 着衣 持拨 就拿着拨 驻社会大臣起食 好 所以要吃饭了 应该怎么做 那就要去起食 其实也有一些规定 好 所以遵循一个有规律的生活 那 释迦摩尼佛 他不会因为我是佛 好 所以打电话叫便当 好 所以你们自己送进来 好 不会 他还是一样遵守 好 生团里面的规定 他还是一样去起食 他有神通啊 他可以不用吃啊 他可以用飞的啊 好 但是他没有 他还是一样 就是照他的 这个生团里面的规定 好 所以呢 这时候他去了 于其成终 次第 其 他也去脱波 他也去次第 好 次第就是 哎 我们不是说啊 我都去找熟人 好 每一次呢 都跑去我最喜欢的那一间 好 那个老店 百年老店 我最喜欢他 好 那他对我最好 所以每一次他都准备最好吃的 不可以 佛陀有规定 好 凡事呢 你脱波的数量不能超过七家 你脱波的地方不能够重复 好 你不能说啊 我熟悉那几间 每次都去那几间 好 或者是专门挑那个豪门大宅 因为呢 那里面的东西比较珍贵 好 比较好吃 好 所以不行 就是你脱波过的地方 你不可以重复 好 次第其矣 好 不会说 诶 这个门 好 这个门看起来好像不太顺眼 我就跳过去 不会 还是要照顺序 这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结到法源 好 结到佛源 好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这个脱波完了 还至本处 回到原来的地方 好 回到原来的地方 要吃饭 饭食器 吃好饭了之后 怎样 收一波 喜足以 夫作而作 好 他吃完饭 还有一个细节 好 你要把一根拨收好 洗脚 然后 诶 静坐 夫作而作 所以这一些都是什么 整个生活中的 日常的 平常工作的事情 那这个 我们平常也是有在做 吃饭就要准备碗筷 然后煮饭 煮完之后 就要洗一碗 洗完就要归回原位 诶 那这个跟我们平常 的生活不是一样吗 他怎么会变成金刚经呢 而且他还变成最高境界 叫做十项般若 好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诶 金刚经呢 如果是在讲般若智慧的经 好 那他为什么一开始 就要讲这一段 无言无说 然后佛陀 只是示范一个最平常的事情 就是去吃饭 然后回来 好 而且呢 在这个 这个过去古德的注解里面 都说 这一段就是在呈现 十项般若的境界 那十项般若是最高境界啊 是佛的境界啊 那为什么要讲一个 这么平常的境界 好 因为我们平常讲 吃饭很简单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对照一下 这个吃饭这件事情 这个吃饭这件事情 在楞严经里面呢 好 有一个对照 金刚经 世尊去吃饭 起食 然后他 于其城中 次第其矣 还至本处 有回来 对不对 好 干干净净的出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完完整整的回来 但是楞严经呢 阿难他也去脱波 即使阿难只持硬气 与所由成 次第寻起 他也是跟着佛一样 我也出去 但是回来呢 怎样 尔时 他招大患数 所谓的招大患数 他是脱波 脱脱脱脱脱脱 他就遇到了这个摩登前女 那摩登前女看到阿难呢 一见钟情 他说阿难你实在太 太合我的意了 那摩登前女呢 他就喜欢阿难 所以他就去施以魔咒 用梭皮加罗先犯天咒 就把阿难给怎样 射入迎戏 所以阿难在 楞严经里面去脱波 没有回来 险招 险招毒手 差一点点 在千军一法之际 佛陀赶快派那个文书菩萨 赶快去救他回来 所以他是被救回来的 那佛陀是还治本处 他干干净净的回来 阿难怎么会一对照 哇好像就你看 以为很简单的事情 阿难刚开始 他去脱波的是满怀雄心壮志 我一定要像佛一样平等 学佛全部都学 每一个步骤都学佛 可是最后呢 他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还好 阿难他还有一点贵 有一点贵人 那个文书菩萨把他救回来之后 他也因为这样子 下定决心 好好的重新学 原来以前以为 自己学很多 懂很多 临时要用 派不上用场 所以他就跟佛陀说 佛陀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一定要重新学习 你一定要重新教我 所以我们就有 愣眼镜这一步经可以听 那这是阿难 可是佛陀呢 在金刚经做得多么的好 是不是 那这是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属于实相般若的境界 还是要属于阿难的 这个妄想心的境界 一下子就可以高下利分 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 哎呀 很平常的事情 原来呢 最高境界就是平常心事道 好 那我们就好好的体会 那既然如此 我们每天都在过平常的生活 我们怎么样让平常的生活 随时随地 都是般若的展现 好 所以我们下礼拜呢 就来继续来看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内容 好 来我们来回向 来 此今 愿我无敌意 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 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比丘 比丘尼 沙咪 沙咪尼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肢 的不失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正当途径 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上